小兵觉得半韩圈最最痛苦的事情,应该就是自家哥哥要去扶兵役了。 扶兵役是每个大韩民国的男人除特殊情况都要经历的事情,是一件超级锻炼自己,超级光荣的事情。 可是啊,自家一人去扶兵役,却苦了粉丝们了,一去就是两年,这两年没有喜欢的人的消息,真心难熬啊,有没有受苦呀,吃得好吗?在军队里睡得好吗?可千万别受伤啊。 等呀等,怕呀怕,带我长发起腰,哥哥,你是不是就回来了?人家都快等城邦夫时了。 哦,哦每年都有去扶兵役的艺人,每年也都有退伍回归的艺员。 那么,2019年,谁该回来了呢? 归贤预计退伍时间,2019年5月24号Super Junior的归贤,在17年5月25日,那天正式入伍服兵役。 虽然归贤因为早年的重大交通事故被判为四级社会工艺兵,但是服役的两年期间,也是很少有消息呢,想听归贤唱歌,想看归贤主持的节目的话,也只能等到2019年5月24号哥哥退伍以后了。 池昌旭预计退伍时间,2019年5月13号去年8月10,池昌旭被分到了第三师团白骨部队新兵教育队,开始了兵衣生活,将原道的铁园处于韩国的边境地带,据说训练会非常严苛,不过即使这样,池昌旭也没有退缩。 不但完美的完成了新兵训练的任务,还获得了加油奖,认识完预计退伍时间,2019年4月10号认识完在去年7月10入伍,因为在军队表现良好,还被选拔为助教,真的十分优秀了。 不过前些日子传出院时,还在军队中脚踝受伤的消息,虽然已经接受了治疗,但是也让粉丝们很担心呢,希望哥哥不要再受伤,健康的回来啊。 金秀贤预计退伍时间,2019年7月22号,虽然在早年金秀贤,因为接受过心脏手术,被派为四级公益兵,但是经过调养,在2015年的时候,重新提前被派为一级现役兵役。 目前,金秀贤以被封配置,一师团侦查大队服役,江河纳预计退伍时间,2019年6月10号江河纳,如目前心态都跟别人不一样,超级兴奋超级激动的那种,平时超级注重礼仪的江河纳,到了军队也是没变样,希望她顺利服完兵役。 再次回到大家的身边,玉泽颜预计退伍时间,2019年6月3号玉泽颜,也是在军队表现超级好,同样也被选为了助教卧,事实上,玉泽颜早年拥有美国永住权的,但是,玉泽颜认为,自己应该履行某位国家的义务,所以放弃了美国永住权。 在韩国参军,目前,玉泽颜经过部队生活的磨练,变得更加充满阳刚之气了呢? 当然了,2019年肯定还有预订退伍的其他艺人,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,真心希望这些伙伴们,能够顺利健康的回归,期待你们的一些作品哦。